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前最重要的是修炼 修炼之道分四大阶段 武道 元道 灵道 玄道 前世身为玄君建筑 莫获了十万八千年 修为真挚玄道最后一个经济 玄河剑 但对现在的我来说 玄河剑太有了 当务之急是重新修炼 在武道路上打一个雄厚物品的根基 武道内修行第一节目 大道之时 分作斑穴剑 续气剑 养红剑 胡漏剑 这便是武道四剑 斑穴剑为武道最初之剑 分作炼皮 炼肉 炼金 炼蠻四层 此剑圆满是 气血强盛 红皮 铁骨 可生死虎保持随身眼 他若此经之处被称作武功 也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大黄九州第一筑记法 九州十八市 可现在这眼帘三遍而已 就出了一身大汗 国人十七岁 已经错过了锤炼武道的最佳时期 如果能寻个灵气汇聚的地方修炼 便能事半功倍 再寻觅一些天才地宝 最多三遍 就有把握突破武道 迈入原道修行之路 说小多了 以大洲这等品节的灵气 小妖孕育出天才地宝层次的灵药 近乎于不可能的 灵气 灵气 小丫头别躲了 快出来 姐夫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说什么呢 灵雪这不是关心姐夫吗 姐夫如果想寻得灵气之地 可以去城外的鬼魔岭看看 丫头 赶快回屋 免得引起误会 对 好的 姐夫 鬼魔岭 灵气 灵气所山 煞无不散 这到底确是一处 阴魂厉鬼的府地 这里的灵气 虽然已久吸光了 但对现在的玩意 已经很不错了 对 免得 对 免得 对 免得 不 练 丝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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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果然和在文家修理是不一样 不愧是大皇九州第一种计划 此法在武秦是好有公爷赤所创 此人八天决定 到通室 虽自称也就 但不愧是大皇九州第一种计划 但却是世间强者阳光队 却是武皇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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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